2月中旬,昆明海关对一名旅客进行检查时发现,它的腰上竟然藏着163只蚂蚁 经鉴定,这些蚂蚁名叫野蛮收获蚁,是外来物种 有人说,如果真的被带回国内,可能会造成难以想象的生态灾难 这究竟是真是假 这里是万五灵,欢迎关注穷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 昆明海关截获野蛮收获蚁让人惊心,但这还真不是个例 2022年,上海国际机场接获一个写着乐高的包裹 打开一看,里面装着密密麻麻的还养树枝馆,里面有300只蚂蚁 2023年,金陵海关办事处在对国际包裹进行扫描时 发现有个包裹中放了大量杂物,但在里面隐隐约约看到了可疑的管状容器 开包检查后发现,箱子里装着378只活的蚂蚁 频频有人带活体野蛮收获以仕途入境 也不由的让人好奇,这到底是什么蚂蚁,怎么会有那么大的魅力 某国原本没有野蛮收获蚁,它们主要生活在欧洲南部以及非洲北部地区 据文献记载,很久以前野蛮收获蚁还没被证实命名 生物学家林奈倒是在摩洛哥北海岸发现了一个标本 通常很多地域性生物会以当地的地名来命名,这蚂蚁也不例外 以地名追溯发现,拉丁语中摩洛哥北海岸这个单词的意思是野蛮 于是就有了野蛮收获蚁这个学名 一我野蛮收获蚁中,公蚁的数量最多,体长约为4到12毫米 比我国本土蚂蚁品种大得多,它们的蚁后体型就更大了 公蚁又分为大型、中型跟小型 其中大型公蚁拥有着强壮的上额 头部能看出一点泛红的颜色 中小型公蚁大约4毫米长,模样相对就很普通了 公蚁每天任务繁重,不仅要承担起外出觅食的重任 还需要照顾幼崽,负责巢穴里的清理工作 是不折不扣的打公蚁 每天累死累活围着上级领导转勇,还得照顾领导的一大堆孩子 保护巢穴安全的是兵蚁 他们拥有比例最大的脑袋和上额 平时没有什么工作,一旦巢穴被外敌入侵 兵蚁就会杀出来和敌人决一死战 雄蚁的长相就比较特殊 体型介于大型公蚁跟中型公蚁之间 长相也跟公蚁类似 不过脑袋很小,屁股很大 使命就是做个繁衍工具 跟蚁后交配完就会被蚁群无情抛弃 蚁后是体型最大的蚂蚁 腹部膨大到不能移动,只能靠公蚁喂养 然后不断生出巢穴所需的不同种类蚂蚁 如果没有蚁后,那么其他蚂蚁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我国海关这两年多次截获 试图带入境的野蛮收获蚁 这种蚂蚁的名字很狂野 个头很大,但战斗力不算很强 不过那也是和最凶猛的蚂蚁相比 它们的危害可不小 单看体型,野蛮收获蚁的武力值就不会太弱 不过别看它长得十分嚣张 其实却很爱干净 最喜欢吃的食物是各种各样的种子 公蚁会成群结队出门觅食 将粟米,勾一把草等粮食的种子等食物搬到巢穴里储存 可能很多人会不解 我们国家到处都能看见蚂蚁 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不惜铤而走险 也想把这种外国的蚂蚁带回国呢 原来野蛮收获蚁在欧洲已经成了一种热门宠物 也是近些年来我国新兴起的一场之一 人的爱好千奇百怪 有的人喜欢狗 有的人喜欢猫 也有人喜欢养蝎子 蛇等其一的宠物 宠物蚂蚁也是一些人的心头号 蚂蚁小小的身体有着极强的力量 能轻松举起比自己体重大几十倍的东西 不同的蚂蚁有不同的长相 它们的地下巢穴精美而复杂 以巢的所有成员具有独特的高度社会性 日常活动很有规律 这些都是宠物蚂蚁为什么会吸引人的特点 为了更方便的观察宠物蚂蚁活动 现在已经有了人造的各种蚁巢 被称为蚂蚁工坊 在亚克力做成的容器里 放进处理过的泥土 或者是带有颜色的透明遮粒 再将宠物蚂蚁放进去饲养 每天提供饮水与合适的食物 注意温度湿度平衡 不用过多久就能隔着透明的亚克力板 看到四通八达的蚂蚁巢穴了 野蛮收获椅的个头比较大 大型工艺头部还有标志性的漂亮红色 平时只用喂种子就能活 于是受到了不少昆虫蜜的喜爱 就有些商家不惜触犯法律 也要试图带这种外国蚂蚁入境 蚂蚁成了现在年轻人的新奇宠物 有人为此动歪脑筋 将外国蚂蚁入境售卖 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呢 2004年我国发现 南美洲红火蚁已经入侵到国内 它个头小小的 一开始大家不知道 它们不是中国原产的蚂蚁 更不知道这是入侵物中 很多人叫它独移 红火蚁在我国没有天敌 短短17年内迅速繁殖 它们能藏在苗木 花卉 草皮之中 通过绿化运输 抵达各地 如今已经扩展至12个省份 448个县城 等红火蚁大量在我国各地繁殖的时候 大家才开始种植 可这时候已经晚了 它们是杂食蚂蚁 会直接危害农作物 还会吃掉蚯蚓等本土小生物 进而慢慢影响一片地区的生态 只要有红火蚁的地方 当地物种丰富度 甚至会直降30%到40% 更要命的是 它们攻击力很高 如果咬了加畜 会增加加畜患病的几率 如果是咬了人 会让人感到灼烧般的疼痛 严重的可能会出现 发烧 呕吐等现象 也有极少部分的人 可能会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 造成休克甚至死亡 因此 入侵物种的危害 不能仅以个头大小来评定 比如这些多次被海关截获的野蛮收获仪 相关部门解释称 若是它们散步到野外 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它们对其他食物并不感冒 最喜欢吃的就是植物种子 如果入侵我国 野蛮收获仪 首先会对所在区域内的植物种子 造成一定的危害 毕竟它们繁殖率高 收集食物的效率也高 假如既没有天敌 又没有竞争对手制衡的话 就会大量繁衍形成遗害 周边的植物可就遭殃了 种子被蚂蚁吃掉 植物就无法繁殖 甚至可能会灭种 如果它们盯上了农作物 那必定会影响粮食的收成 另一方面 它们也会挤占本土蚂蚁的生活范围 有可能会导致本土蚂蚁区域性灭绝 一窝野蛮收获仪的数量巨大 一直以后一天可产下500到1500颗卵 繁殖速度惊人 由于分布很散 而且一般人很难区分蚂蚁的品种 就算在野外看到了入侵蚂蚁也无法分辨 一旦它们入侵到野外 想要管控的难度可想而知 相对于其他入侵物种而言 蚂蚁入侵的危害可能会小得多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它们会造成的损失 不仅需要防患于未然 最好的方法就是从源头截断它们入境的渠道 否则等到真正一发不可收拾时 那就为时已晚了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五零 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 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 欢迎看完之单于原本猪蚁 旅逝 冷静 你对ぎ练 感谢观看